皮革马甲配上蕾丝长裙 素胸眉腿若隐若现 珍奶带妈妈走红毯 全场尖叫 而Selina以主持人身份走红毯 保蓝色深V礼服 衬托她的女人味 其实这个Selina 我第一次看到她真的穿得这么的火辣 主持人无一配香槟色深V礼服 还大方秀美贝 吸金百分百 安心啊 薄纱小礼服 小露性感 而身格当人妻的侯佩岑 打扮洛洛大方 被设计师林国基 封为红毯第一美 其实厚佩岑整个在款式的挑选 她的颜色也跟今年的红毯毯 完全跳出来 整个的饰品啊 还有她的装法都搭配得非常成功 还有女星隋唐 身材曲线毕露 枫叶薄纱遮住重点部位 战男女神郭雪芙 李玉芬 拼口礼服典雅亮相 东森主播舒梦兰 和摄影陈一松也盛装走红毯 这是我们第一次入围金钟奖 然后希望今天可以顺幸运的超金钟 加油 加油东森加油 另外颜颜瘦身有成 今年打扮美美成功血齿 其他女星像陶金银 赖亚颜穿着相对保守 还有人没找到适合的打扮 我彩节我不晓得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今天穿了金色的那种小洋装 看起来稍微显老气的一点 男性部分宰在周渔民 陈摩林 标准西装造型 简单就有形 不过访问到一半 突然有一阵骚动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黑狗 闯入星光大道 在阶梯上来回狂奔 好在工作人员赶紧帮忙赶狗 才没有干扰眼里惊喜 也算是一个意外小插曲 东森新闻 神经阳王正宇 S3小组在推广